OK,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UEFN的这个发布会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Hive道的2.0 那么这个也是这个EPSA推出的这个全新的虚幻的编译器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发布会都有什么样的内容 那么它这个翻译是机器翻译啊 所以说肯定会非常的不准 所以说大家就错过看一下 哇,现在就等于说就是这些游戏里面的场景 你完全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做出来 而且是全新的编码器 全新的基于虚幻无引擎的编译器 不过这个看起来就很难好吧 哇,这是玻璃职业吗? 我的天呐 这个完全是通过这个编译器来做出来的 这完全已经感觉是不像是正常的堡垒之业了 我的天呐 这个看起来就很难 但是如果你是有一点这种建模基础的 然后你还有一点这种编码基础的 你完全可以去自学它这个变成语言 它这个框架 然后把这些东西完全都可以做出来 我的天呐 可以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演示好吧 它现在应该是做这个游戏里面的演示 看看它这个游戏里面的场景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哇,这是堡垒之业吗? 卧槽,你别告诉我这是堡垒之业 卧槽 这看起来像战地一样 像使命召唤一样 哇,小鱼竿 这感觉它这个人物出现在这个场景里面非常的突兀 我的天呐 哇,这兄弟看起来枪法好像不是很好啊 有点满啊 它现在这个完全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场景 I'm glad that went well all right hey folks so let's talk about how all this was made Michael here has the scene open in unreal editor so we can take a closer look for the environment we built this level using quicktool mega scan assets many of which are available in the fab we also use custom content that we built just for this demo so the gameplay you just saw we had we hand placed enemies using a creative device called a guard spawner which generates the aliens that you saw at specific location however we wanted to do more and introduce dynamic play that goes beyond what the current creative devices can do so to do this we use their new programming language可以的他这里面有很多新的功能啊 然后这个是他们这个全新的这个编程语言 如果大家想学的话他这个应该都是开源的 我觉得如果你想学的话应该都是可以去学的 但是你肯定是需要一点这种编程的基础的 哇他这个是把这个视频做进去了呀就感觉就他刚才那个开头一样就很有很多这种电影的场面 他都可以通过这个编译器然后做进去然后让让你在玩游戏的时候让你在玩海比岛的时候 就是感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不光可以有这些游戏的环节然后中间你可以添加一些像这些电影的这些画面的这些桥段 然后让这个整个游戏的过程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完整哇真的非常的不错 天哪 全都是做出来这个 好慢动作 这就是个游戏的东西 这就是个游戏的东西你能做进去的游戏 但让我们回到游戏的游戏 好 现在我们回到游戏的游戏 在 UEFN你会有关系的游戏 你会有关系的游戏 或者你可以用什么我们做的 和用一个完全 custom lighting solution 然后 thanks to Lumen both daytime and nighttime 都看了 现在我们进入了最终的游戏 我们进入游戏的游戏 我们进入游戏的游戏 但是 这就是一个记忆的 我们进入游戏的游戏 我们今天在游戏的游戏 我们进入游戏的游戏 我觉得我们可以进入游戏 我们在游戏的游戏 我都在想 我都在想 嗯 焦宝 天哪 焦宝又要死了 焦宝每次出现的都是 马上就要记了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 这个嗨比岛2.0 做出来的这些东西 已经完全是 感觉上堡垒之夜 有了非常不一样质的改变了 就是他跟以前的嗨比岛场景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让他更加 更加的接近现实了 可以看到 做的更加真实了 而且他现在这些东西 应该完全都是开源的 就是你如果想学他这些东西 应该都是免费的 所以说现在不管是 开发人员还是这种 普通的玩家 只要你对这些东西 感兴趣 然后甚至说你想去 把自己的创意做出来 那都是有可能的 都可以做出来 OK那么以上就是这个 U1FN的发布会 那么下期视频 我们会来亲自来试验一下 这个嗨比岛2.0 看一下他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感觉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